第二个问题 印度尼西亚 十连 一个宁一个金 是金嘛 十连金 法师问了 阿弥陀佛 祈宴师佛 佛体安康 请佛注释 大转法轮 广度众生 弟子虔诚 祈求师佛 为弟子解开 迷金 弟子在 连生法院 卢生宴文集 第276册 南山亚色笔记 其中一篇文章 佛陀告诉舍利佛 文章内记载 舍利佛问 以和供养如来 是最殊胜 文殊达 一 菩提心 菩萨心 菩提心 二 度一切众生 就近解脱 救进解脱 三 不断 三宝传承 四 清净诸佛土 请问 文章达 之二 度一切众生 就近解脱 请问 师佛 曾开示 佛有三不能 不能度无言 不能转定业 不能度众生 请问 如何度一切众生 就近解脱 他当然 他讲 度一切众生 就近解脱 这是最困难 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佛有三不能 不能度无言 不能转定业 不能度众生 他问了 如何度一切众生 就近解脱 我答 不能 不可能 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 就近解脱 因为佛也不能 但是 这个含义 在这里所讲的 文殊师弟菩萨达 回答 回答的是 度一切众生 就近解脱 有特别的意义 在里面 第一个 你尽心就好 你已经尽了力 就是 你将你懂的活法 告诉 别人 就是度一切众生 至于众生 解脱 不解脱 那是众生的事 你将所知道的佛法 去布施 给众生 就等于复合了 度一切众生 就近解脱 这个是利己 也是利他 利自己 也是利他 我认为 尽利就好 你有这个心 就可以了 我们学佛的 出家的 比丘尼 或者比丘上师 比丘 比丘尼 上师 或者法师 一定要有这个心 而不是利己 不利他人 例如人家 来拜托你一件事 你说 恩 欧 No 因为我在睡觉 因为我在修法 因为我有其他的事 人家来 No 这已经违反这一条 已经违反了 第一条 你没有菩提心 没有菩萨的心 第二条 你没有为众生想 第三条 你已经断了三宝传承 第四条 你也 不清净 诸佛徒 四条 前患 今天你 出了家 你的身体 就是众生的 你是修行人 你的身体 就是众生的 你必须为众生服务 才叫做菩萨心 你先弄 那你已经犯了戒 而且这个戒是很重的 尽力 尽全力 为众生服务 就是度一切众生 究竟解脱 很简单 文师菩萨讲 这有特别 他的含义在里面 你自己 都没有解脱 如何度一切众生解脱 因为你懂得 世间最好的法 是佛法 你叫众生佛法 你那时候还没有解脱 但是你叫众生佛法 你就是度一切众生 究竟解脱 我是讲的是这个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